KSG4比1战胜老干爹 没有任何悬念 看来擂台赛的狼狈都是假的 淘汰赛的KSG才是本体 决赛前的金羽永远值得相信 清宇的状态也拉满了 第一局KSG就拿了个老虎 很久没有见过的英雄 用来打哪吒 不得不说 KSG的英雄池和体系是真的多 他们的思路也很明确 针对小洛打 清宇的芈月负责勾引 陪金虎过来收割 本来芈月就是个线霸英雄 还有队友帮了一波 芈月还拿了个红 这狂铁怎么玩 被单杀也没办法 第二局和第一局很像 对于观众来说 可能观赏性有点差 因为几乎没什么对抗 就是KSG的单方面碾压 老干爹毫无还手之力 第三局 老干爹终于扳回了一局 也是因为KSG的阵容选择 比较大胆了 妖刀的马可波罗 在最后一波没敢进场赚大 等到队友都阵亡了 他也无数可逃 而他这一局选择了肉鸣纹 还真是没见过 金虎整场比赛的表现都非常不错 第四局 他的下侯蹲节奏很好 打团也能扛住大量的伤害 你永远可以相信决赛之前的金虎 而这一局同样出色的 还有流浪的海诺 技能非常准 打了42%的伤害 到了最后一局 蒙田大将军都上场了 清语的蒙田可不是劳玩家 也不是鸡爪流 是真的有东西 赛场上敢做输出蒙田的可不多 在高地 清语闪现进去 一枪就秒掉了小九的戈亚 这就是清语啊 见凤插针 KSG虽然在擂台赛状态一般 但是全主力出战的BO7 淘汰赛还是火力全开了 双方差距实在太大 对于KSG来说 下半区的千位也很好 保持这个状态 起码进胜者组决赛是没什么大问题的